我們轉講蘋果的業績新鮮滾熱壓公佈了 收入是在創單季新高 雖然面對供應鏈和疫情的挑戰 銷售額還可以增長一乘一 去到1239美元 每股營利是2.1美元 蚊康年升了兩成半 除了iPad之外 所有產品銷售都超預期 本來股市的股價都同步上升 怎樣看蘋果的業績 有沒有可以支持到股價 其實蘋果的業績是挺好的 當然很多時候業績好反映對上一季 其實剛才提到Tesla也提到上一季的業績是好的 但是為什麼人要下跌 但是蘋果好為什麼不需要下跌 或者相對要扣穩 我想最大的問題 就是最大的方向 很多時候美股都是這樣看的 除了看過去的業績之外 其實Focus是很重要的 展望很重要的 特別是科技類 或者本來是高增長的股份 看預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想這次蘋果相對股價 比較穩陣的地方 就是業績比預期好得來 起碼那個預期也不是特別差的展望 當然業績好 譬如你說收入 每股盈利 所有東西都比原本市場預期好 連帶你網絡 可能iPhone的銷售 iPad的銷售 其實iPad銷售也不是特別差的 iPad銷售也好 或者一些軟件類的真正服務也好 其實全部都是比預期為之理想的 其實整份業績可以說是挺不錯的 再加上展望 雖然剛才你也提到的 就是他們都有預期 可能供應鏈方面也會有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也不只是它 可能很多手機公司也是 連帶一些車的公司其實也是 始終這兩個行業的產業鏈 都是橫銷雙購 你那個供應鏈 譬如芯片是短缺的 一定會影響出貨 其實這個蘋果自己也有說的 但幸好他也有說一句 起碼第一季其實他覺得是OK的 意味著一點就是 他起碼現在手上一來 可能存貨相對OK 夠頂住可能一季季 起碼就算在這麼差的 供應鏈短缺情況之下 他都能夠拿到一定的貨量 所以起碼第一季 他不會因為現在的供應鏈短缺問題 而令到真的完全很難去生產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些短缺的問題 都是叫買時間的 之後長遠來說 怎麼都會正常的 就是問題多久 所以大家很多時候會擔心 就是國畢公司 可能他基本上這一刻 已經面對短缺的問題 因為他沒有足夠的存貨 而影響即時的生產 即時的供貨 但起碼蘋果 他也說過第一季相對還是樂觀的 這件事其實令到大家的看法 都會比較放心一點的 所以股價相對來說 其實都比較硬正一點 但是坦白說 其實股價由高位都調回不少 當然這件事都很關注就是整個美股 因為始終過去這陣子的美股這麼差 連帶來其實Apple 這堆都是科技股 其實過去都說過 因為特別是去年 整個美股升 其實很集中這幾隻龍頭股 其實是很窄的市寬 跟以往不同的 所以你的市一條 其實錢一在這幾隻龍頭股身上找出來 就算基本面不是差得好 其實都是會面臨一定的股額 所以你看到蘋果其實這陣子 都是要由高位調回一定的水平 只不過相對走勢來講 就沒有太過糟糕或太過頑 但我想要小心一點 就是短線 其實大概可能是150至155這些位置 都是比較關鍵程度高一些的 因為正正去年年底爆上來 那一陣子之前的起步位附近 所以這些位置如果能守得住 我覺得都可能會慢慢打到底 但是一樣 如果你說假設不幸運 因為剛才說美股 可能第一季都會比較波動 變相對這些股方向都會有些影響 所以我想如果一樣的時間 如果大概150至155這些位置 都是跌穿的 我想可能考慮一樣 如果高位有課的朋友 可能靠你吃一吃或減一減才會好一點